傷害孩子的身教 最後更以大體老師成就醫學教育 善的傳承 兒子葉天昊醫師 也投入慈濟仁醫會的醫診活動 爸他一生就是一位老師 他最後的心願 也是成為我們醫學生的老師 在這邊我祝福爸爸 能夠清安自在 能夠跟佛菩薩修行 能夠早日趁願再來 為期五天的模擬手術課程圓滿 參與的學生充滿感恩 成為醫學生涯中難忘的一課 真的很謝謝老師 還有他的家人也有來一起陪伴 然後接下來以後的話 我們就是希望在模擬手術 學到的東西 可以好好用在病人身上 那就是不要在病人身上 有犯一些錯誤 八位吳宇良師 在家屬以及醫學系師生的陪伴之下 走完人生的最後一里路 課程完成也圓滿了舍身的紅圓 大愛新聞 吳漢有翁國家華聯報導 在旦您看到人醫之愛 菲律賓慈濟人醫會 請往